上一世继母算计我在宴会上识身 让我不得不嫁给方元安 而我自小定下的亲事 则是顺理成章地换给了妹妹 可方元安是个天烟人 心里扭曲 折磨死不知多少的女子 我被方元安虐待致死 妹妹却踩着我的尸骨 嫁给了我的未婚夫 成为了身份尊贵的世子夫人 我爹也因为我嫁给了方元安 得到了上风的扶持 重活一世 继母想要我的亲事 我欣然应允 于是与我未婚夫成婚的人变成了继母 厚服的春日宴上 小丫鬟不偏不倚地 将茶水洒到我裙板 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之际 又惶恐地跪在地上 和我赔罪 哪来的莽撞丫头 还不快带大姑娘去更衣 继母给了一个眼神 给她身边伺候的红梅 红梅忙站到我身边 想带着我去换衣服 上辈子 继母便是让红梅带着我去换衣衫 可进了更衣的屋不久 我便昏迷了 再醒来 屋子都被桌间的人挤满了 而我正衣衫不整地 和一个男人躺在一起 因此 我自小定下的亲事 因捉奸被退 我不得不嫁给与我通奸的人 那个人是我爹上风的儿子 方元安 方元安是个天烟之人 不能人道 平日看着光风气月的一个人 私底下性情极为扭曲 以虐打少女为乐 后院埋葬的尸骨不知几何 前世 我嫁给他后 被他日夜折磨 他最喜欢用沾了盐水的皮鞭 抽打在我身上 我痛苦尖叫的模样 只会让他愈加兴奋 他不允许任何人为我上药 却又不愿让我轻易死掉 在我奄奄一息之际 又费尽心思将我救活 我无数次想要去死 只要被他发现 迎接我的 只会是更加残忍的手段 我死的时候 身上没有一块好皮肤 皮肉翻飞 伤口猙獰 连帮我收尸的婆子见到了 都被吓得做了许久噩梦 我死的那刻并没那么痛苦 只觉得终于解脱了 大概老天也看不下去 才会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一次 所有人都将付出代价 京中贵女出门 都会准备两套衣裳 以备不时之需 我身边伺候的佩佩 被指走 当我去马车上拿衣裳 我看着还跪在地上的小丫鬟 温柔地将她扶起来 下次小心一些就是 我让她抬起头 好叫所有人都能看清她的脸 那张平庸的脸 脸上还挂着泪珠子 眼中泛惊讶 许是心虚她不敢看我 继母怕我多生事端 忙让红梅带我去换衣裳 我不宜有她 乖顺地跟在红梅后面 后腹休憩得极雅致 狼腰慢回 严牙高拙 若非后腹丫鬟在前面领路 寻常人很容易便会走错路 形至竹林 小道上铺的都是一些圆润的石子 红梅一时不察 崴了脚 我忙上前去扶她 红梅姐姐 你没事吧 袖子拖过地面 不动声色地将地上圆润的珍珠收走 撩开鞋袜袜 红梅的脚已经红肿起来 我瞬间慌了声 这 这可如何是好 随便谁都能带我去 我礼府从没有磕带下人的例子 你既是伤了 也不好再继续走动 先去休息会 红梅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领路的丫鬟 咬了咬牙同意了 如果她一再坚持 只会让我起疑心 左右都是他们的人 只要将我带到那个屋子就好 安置好红梅 我便继续跟着那个丫鬟走 走了大概有一盏茶时间 才到了更衣的茶室 我看着那间房 一如前世 屋子中摆设了仙鹤香炉 鸟鸟熏香自喝嘴中缓缓吐出 丫鬟将我带进房 便合上了门 门窗早就封死 继母为了算计我 倒是做足了准备 不多会 紧闭的房门嘎吱一声被打开 我知道是方元安来了 步履不紧不慢地朝着李坚走近 我的心也随之高高提起 指尖发颤 果然 不管过了多久 我对方元安的恐惧都刻在骨髓之中 父亲早就透露了 想要和方家结亲的心思 只不过那人是我的妹妹 李孟婷 李孟婷长相美 身断家 又泼妇才情 是不可多得的美人 这样可心的人 比起我这个木讷怯弱的大小姐 不知好上多少 我爹自然也舍不得将她送给方元安 可我和侯府世子的亲事 是在娘胎变定下的 侯夫人与我娘是手帕娇 只不过在我娘死后 这份情义便剩下无几 比起我 侯夫人显然更加重义李孟婷 我的未婚夫林奇贤 也早就和李孟婷出胎案结 滋生情义 上一世 我和李孟婷是同时出嫁的 我被捉奸在床 侯府自然而然毁了婚 但又转头夸赞李孟婷 说她是个好姑娘 不能被我这种人耽误了 侯府也不想毁了与李孟的情义 便将我的婚约 换给了李孟婷 她风光大驾 林奇贤也对她百般宠爱 夫妻恩爱 传为佳话 可事实上 李孟婷早就怀了林奇贤的孩子 若再迟些日子 肚子日渐隆起 便怎么也瞒不住了 这才有了春日宴这个局 既能用我讨好方元安 又让李孟婷顺利嫁入侯府 一箭双雕 除了我 所有人都能受益 可这一次 他们怕事不能如愿了 我躲在门后 手中紧紧握着竹台 方元安一进门 便狠狠地打在她的后脑 看着她缓缓倒下的身影 我身上也被卸了力气 贪软在地 手心冷汗连连 心中的恨意翻滚 恨不得将她的头彻底打碎了才好 但我知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亭子中 李孟婷还在和个家小姐说话谈笑 她生的美 只可惜身份太低 过儿也说不上几句话 我爹为官平庸 在京中多年 也只混上了六品贤职 侯府的宴会 若非是和我有婚约 单凭我爹 她是怎也没资格的 李孟婷身边伺候的丫鬟 在她耳边低语了几句 她便匆匆离去 李姑娘心怕事不成 我瞧着 你还是有想当我嫂子的兴趣 林兰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她是侯府数字 我重生后 第一件事便是找上了她 上一世 我被困在方元安身边 苟延残喘的那几年 也曾听闻 侯府这位数字本事极大 朝堂之上 隐隐有押过林七贤的意思 只可惜她是个数字 没有资格成绝 便是方元安安 也在她手上吃过瘪 回家后 便将火气发泄在我身上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我不会嫁给林七贤 则 侯府世子夫人李姑娘 当真没有一点兴趣 林兰不是什么好人 此人疑心重 若我不能给她看到我的价值 她必然会毫不留情地毁约 林公子莫要再试探我了 我说过 我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 且等着看吧 一个丫鬟莽撞地跑到前厅 嘴里大呼着 不好了不好了 方才还有说 有效的夫人小姐接停下 朝她看去 还是侯夫人站出来 冷声问道 哪里来的丫鬟 怎就不好了 小丫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 在场都是聪明人 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大群人乌拉拉地 跟在小丫鬟身后 没多会 便到了更衣室门口 里面谜谜之声 心中都有了数 可这般丑事都在跟前 哪有罢休之理 继母见拦不住 只能让婆子去撞门 门方打开 继母便哭天喊地地唱了起来 云娘 我的云娘啊 是哪个畜生 只可惜 她还没唱完 话卡在嗓子中便说不出来了 我从人群中走出 无辜地朝她笑了笑 母亲 我在这里 继母愣在原地 说话也结结巴巴 云 云娘 你怎么在这 我故作不解 母亲 我为何不能在这 我以为 母亲以为里面的是我 我拍了拍脑袋 像是才想起 我在更衣室 等了半天没等到佩佩 便想着出门去寻 可侯府太大 我一时迷了路 绕了半天才寻回来 我身上还穿着那件 被茶水沾污的衣裳 佩佩半天也未见到身影 故而我说的话 也都在情理之中 没有人再去怀疑 侯夫人自打见到 我便紧皱眉头 她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我没有被桌间在床 我心下冷笑 既然那么喜欢桌间 那就好好看吧 人群中有人却发出了声音 李大姑娘在这 那里面的是 我环顾四周 皱眉开口 妹妹呢 妹妹怎么不在这 继母这才想起 没有见到李梦婷身影 可她还未来急开口 人便都进去看了 入墓地便是一地狼藉 衣上鞋子散落一地 床榻上的两人紧紧相拥 当婆子将遮盖的被褥先下时 众人这才发现 那床上一不避体的女子 正是李梦婷 继母不可置信地 看着床榻上的人 忙扑过去 扯过被褥 想要将李梦婷遮住 可被褥就那么大 裹住了李梦婷 被子下的另一个人 就完全露了出来 可叫人惊讶的 并不是她是谁 叫人最先看清楚的是 她与旁人不同的身体 她胯下竟是一团糊仑的肉 再看见男人的脸 众人皆是 道歇一口凉气 偏偏公子方元安 竟是个天烟之人 太监好歹曾经是个男人 而方元安自生下 就是不男不女的怪物 屋子里燃了迷香 两个人都还在昏迷 继母紧抱着李梦婷 怎么都唤不醒她 最后还是狠狠心 给她一巴掌山醒了 李梦婷茫然地 看着围着她的人 母亲 我怎么了 李二姑娘就这般急不可耐吗 在旁人府底 都能与人通奸 竟还找了这么个男人 男人二字咬得极重 在场所有人 都能听出其中嘲讽 从前还听闻 李家二姑娘是个极好的 如今看来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对着李梦婷冷嘲热讽 她眼中茫然不解 再看到身旁 躺着的方圆安 便只剩震惊和慌乱 旁人只当她是奸情被戳破 只有我知道 她慌乱的是 本应被捉奸的应该是我 但如今却换成了她 继母怕她说什么不该说的 只抱着她哭 说她好好的姑娘 遭人陷害 目光还一直落在我身上 我朝她微微一笑 对呀 就是我 但是 有证据吗 就算有证据 继母也不能说 毕竟一开始 涉取陷害的人是我 他们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各种苦楚自己咽 方圆安也被人颇醒 见到自己不着骗履的模样 眼神阴智缓缓 将众人一一扫视 她倒是恨不得 将在场所有人都杀人灭口 但很可惜 接着来的 无疑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 方圆安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被挑开在所有人面前 今日之后 她是天烟之人的事 将是京城最大的笑柄 往后所有人看着她的眼神 都只会是 对她残缺身体的打量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要的是朱新 比起将她凌迟 我更愿意看见她 是如何被我亲手毁掉在乎的东西 我会一步一步 让这些欠我的人付出代价 钝刀子割肉般 让他们痛苦 方圆安看着身边哭哭啼啼的李孟婷 语气阴狠 贱人 你敢算计我 李孟婷似是被她吓到了 狠狠往后一说 方圆安不是傻子 自己这遭车算计 继母和李孟婷 还一直将责任往她身上推 她如何能让他们如愿 左右大家也看见了 我这样的人如何与人通奸 分明有人心怀不轨 众人又是一阵窃窃私语 这李二姑娘算计到了方公子身上 谁知方公子竟是那样的 方公子确实没可能糟蹋李二姑娘 我看也是这李二姑娘 为了攀附方家 这才设了局 经中竟有如此不知廉耻的姑娘 若是我家的 早就打死算了 好保一个家风轻正 见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便定下了李孟婷的生死 李孟婷心慌至极 他怎么也没想到 他不过是收到了林祺贤的字条 来与之相见 自己莫名其妙就昏了过去 再醒来 却是这幅场景 他怎么也没想到 本应该捉奸的是我 却换成了他 他怎么也没想到 方圆安竟想让他死 在他看来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当他抬眼看向我时 我面带忧愁 紧紧盯着门口的柱子 像急了一个 为妹妹担忧的好姐姐 李孟婷突然心领神会 若一直僵持下去 此时最终结果 只能是他死 想通后 李孟婷随即便推开了 静母的怀抱 朝着柱子 狠狠地撞了过去 今日 当即便拦下了 撞住的李孟婷 李孟婷将头埋在我怀里 乌叶地哭着 我悲戏地望着方圆安 方公子 不论你是否被算计 但这件事 总归不能是我妹妹 一个人的错 你虽然身有残缺 可我妹妹是女子 到底还是我妹妹 更加吃亏 你若只是因为 我妹妹的缘故 让旁人知道你的身体 迁怒于她 让她用性命赔罪 是否太过恶毒了 我话里话外 都在告诉别人 方圆安想让李孟婷死 不想负责任 再朝为官最好脸面 方圆安与李孟婷 不论陷害与否 通奸一事 有目共睹 方圆安本人身体又有残缺 若李孟婷死 大可以将所有责任 都推到她身上 可偏偏我点出来了 方圆安线下只有一条路 那便是当起这睁眼瞎 娶了李孟婷 这边满是沉默 可刚入园时的谜谜之声又响起 听得格外清晰 方才吵嚷 继母又认定了 通奸的人是我 谁知竟捉到了自己亲女儿 可线下又发出这种声音 众人一时间都猛了 主人公的两个人 都在这安身坐着 除非这通奸的不止这一对 隔壁房门撞开后 侯夫人两眼发黑 毕竟她怎也想不到她这件 竟捉到自己亲儿子身上 那另一个人 可不就是方才冲撞我的小丫鬟吗 我作为林其贤的未婚妻 将未婚夫捉肩在床 自然是被被欺欺 其贤 你 我面上震惊痛苦 活生生一副被背叛的模样 众人一看 心下也都了然 这林其贤还未成婚房中 就有了通访丫头 那丫头还将未婚妻的一群打尸 如此看来 算计李孟廷的应就是这丫头 她对未过门的主母心生嫉妒 这才生了诡计 想要陷害于我 谁知 阴差阳错的算计到了李孟廷身上 所以 只要处罚了这丫头便好 至于李孟廷与方元安 大家都见到两人相拥在一起了 即便方元安不能忍道 可李孟廷的清白 也是毁在了方元安身上了 凑合凑合也能过 至于我 侯府世子被我捉奸在床 我就算有心退婚 我爹也不愿意 他们只会将责任都推到我身上 怪我木讷不知情趣 没办法笼络世子的心 也难怪世子会重信一个婢女 所以不若早些将我嫁进侯府 也免得后面再生事端 而李孟廷的丑事 全京城都知道了 加之他腹中已有孩子 未经之计也只有早些 让他嫁入方府 我和李孟廷的婚事和前世一样 选在同一个日子 不过 以我对继母的了解 前世选在同一日 是为了助我心 今生嘛 大抵是想换了 我与李孟廷的亲事 我的继母 他给予我的亲事 我呢 自然是要满足他的心愿呢 我爹这人蠢 但听话 就算继母算计了方元安 方大人也会看在他 还有利用价值的份上 不会太和他计较 而方大人私底下 做的都是杀头的事 我爹这个蠢货 自然察觉不出来 还明目张胆的 将证据放在祖宗牌位底下 还好他足够蠢 方便了我 我将账本送给林懒石 他都有些诧异 随即又轻笑道 李姑娘大意 当然大意 大意灭亲呢 出嫁前夜 继母将掺了米药的鸡汤 端到我面前 云娘 喝了汤就早些些洗 明日出嫁 可不能累坏了 鸡汤熬煮了许久 香味浓郁 我接过完 壮若天真的问他 妹妹喝了吗 继母微微一僵 随即很快又笑道 你妹妹那里 我也派人送了 你且安心喝 我搅动着汤勺 拿起又放下 最后重重叹了口气 继母紧盯着我的动作 云娘 是不合胃口吗 我只是有些惋惜 妹妹那般纯真善良 我虽不在家中长大 到底是心疼妹妹的 一想到她要嫁给方元安 哇 说到后面 我眼中泪珠掉落 语气也哽咽起来 是啊 嫁给方元安的是她亲女儿 可不是在诛她的心 我看着继母脸色不佳 却要强称表现 险些笑出声 我喝了那汤 不多会变昏倒在地 不省人事 小贱人 你怎么配嫁给世子爷 继母嫌弃的 用脚尖踢了踢我的身体 见我没有反应 扭着身子便离开了 我看着她离开的背影 缓缓勾纯 新婚当日 锣鼓喧天 可还没等新郎来迎亲 大理寺的人便来了 将我爹积压在牢 前厅乱坐一团 夫人也不知所踪 李府一个能主事的人都没有 李家都这样啊 再者 这两门亲事本就没那么光彩 两个姑爷心情不佳 接亲时都阴沉着脸 可是有她的孩子 总不能看着李孟廷 怀着她的孩子 让一个嫣人当爹吧 而方元安 只是单纯对李孟廷心生恨意 若非这个女人 她怎会 怎会让别人知道她的短处 我当然能猜到 她们心中所想 毕竟上一世方元安 并没有暴露自己是天烟之人 赤身裸体的只有我 出丑的也只有我 可这辈子 我砸晕了她 让她没办法和上辈子一样 清醒不菊 所以她的秘密 自然而然地瞒不住了 她的裤子 可是我亲手托的 不然 怎么能让别人好好看看 光风静月的方元安 究竟是个什么恶心玩意呢 方元安恨透了李孟廷 故而揭开盖头后 她便兴奋地拿出了牛皮鞭子 可是 李孟廷怎么说 都是个孕妇 身体弱 若是方元安一个不注意 将她玩死了 可就不好了 上一世 我嫁给方元安是替她受过 这本就该属于她的福气 自然要一点一点地还给她 方元安还没抽两下 就见到李孟廷疼昏了过去 而我为她精心准备的医师 也在门口候着 为李孟廷养着伤口 调着命 上一世 我在方元安手下 苟延残喘了两年 那么 李孟廷活个四年 应当是不过分的 接下来的四年 可有的是 时间让她去经历 她本就应该去经历的一切 林兰看着李孟廷的惨状 用扇子遮住了脸 则 这方公子还挺残忍的 是吗 我并不觉得 林二公子是会怜香惜玉的人 林兰将我上下打量一番 我想想 你继母想与你换亲给你妹妹 如今 你妹妹嫁给了方元安 你在这里 那么 嫁给我大哥的是谁 我便他歪头笑了笑 你知道的 我这人最是仁慈 完成旁人心愿的事 我向来乐意做 他目光诧异 李姑娘 果真不同凡响 随即又笑出了声 不过 我更期待我大哥 揭开盖头后 是怎么个模样 林奇贤 因为方元安的事 正隔应着 本是洞房花竹夜 可新郎却在外喝了个烂醉 好不容易被送进了洞房 揭开盖头 看见的却是继母那张脸 只可惜 她太醉了 李孟婷笑似继母 模糊之间 竟有些分不清两人 丫鬟是林懒的人 端来的醒酒汤 下了一剂猛药 林奇贤报复一般 对着床上的人 可早上彻底醒了酒 她才发现 原来 昨夜与她颠缆导缝之人 竟是她的岳母 今天的叫喊 想破天际 继母是怎么也想不通 为什么她会再给我端了汤后 自己也昏迷了 在醒来时 身上就趴着一个人 房中烛火都熄灭了 她看不清人 以为是我爹 早起才发现 她躺在洗房中 身旁的人 是林奇贤 继母的叫喊声 将院子中的下人 都喊了过来 林奇贤脸色铁青 想让下人退下 却不想 经兆府的人也闯了进来 故儿 所有人都看见了 女婿与岳母的一夜荒唐 我站在官兵后 惊讶地看着两人 继母终于发现了我 惊恐地往后缩了缩 你怎么在这 母亲 大婚前夜 我喝了你的汤就昏迷了 在醒来时 便听闻已经是二日了 可外头的都说 我已经嫁进了林府 爹爹也被关进牢里了 没有人知道我还在房中 我到处找您 实在没办法了 便去报了官 可谁知 您竟然代替我嫁进了侯府 这真是精彩至极 小贱人是不是你害的我 你个贱人 贱人 继母还在疯狂咒骂着 我仿若未闻 悠悠叹气 母亲 您若是说妹妹爱慕世子 我也能理解 可您都一大把岁数了 说吧 在场众人皆是哈哈大笑起来 但继母脸色误然发白 孟婷 我的孟婷 你把我孟婷怎么了 我故作不解 妹妹昨日不是已经嫁进方府了吗 继母听到这 双眼发黑 倒头就晕了过去 侯府出了这大丑事 经兆府上门 自然是瞒不住的 坊间到处流传着侯府世子 与丈母娘的风流运势 侯夫人当即便气地吐了血 卧病在床 不得动弹 而林奇贤做的这荒唐事 被御史争先弹劾 荒诞淫乱的人 怎么有资格做世子呢 这爵位 到底是只能落在林缆的身上 我爹被收押在牢中 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作为他嫡亲女儿 我自然是要一一告知 可惜 他人老心里承受能力也差 和侯夫人一样 都吐了好大一口血 只不过 侯府有大夫照看 我爹是犯人 只能自生自灭了 继母自从侯府回来后 就疯了 一直在骂我 说我算计他 则 我这么无辜的人 怎么会算计他呢 我去看他 给他带了鸡汤 他一点都不领情 将汤打翻在地 我心疼地看着 瘫软在床榻上的继母 母亲 您真是误会我了 昨日 妹妹小产 方圆安认定 妹妹怀了旁人的野种 要他自生自灭 还是我去请的大夫 保住了他一条性命 继母先是对我破口大骂 骂着骂着又哭了起来 眼泪鼻涕 呼了一脸 好不伤心 我求求你 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放孟婷一马 他没有害过你 上辈子 我被折磨至死 都没有一个人 关心过我的死活 他们踩着我的尸骨生花 被设计捉奸时 我解释过 可侯夫人和继母两个人 一唱一和 轻易定下了我的罪 所有人都骂我是不要脸的当父 可对于方圆安 也只是给予风流二字 我恨方圆安 恨算计我的继母 恨侯夫人 恨我爹 恨李孟婷 她明明没有对我做过 什么太过分的事 可是既得利益者 凭什么要摆出一副 我笑着看她 母亲想要我怎么放过妹妹呢 她害怕的往后退 可哪有退路呢 你就是妖孽 要害死我们啊 是啊 我就是厉鬼 来和你们寻仇 害了我的 一个都被想跑 方圆安性情扭曲 后院关了许多少女 和堂下的尸骨不知几何 上辈子 方家李家和侯府 因为殷亲关系 牢不可破 方圆安犯下的罪孽 也自然无人敢去追究 可现在 我爹进去了 侯府和方家本想捞他的 因为继母的缘故 侯府的掌权人 所谓的关系 早就破裂了 大理寺的人 上方家门时 方圆安后院那群 遍体鳞伤的少女 再也瞒不住 始作俑者方圆安 也被送进大牢 方大人本想断尾求生的 可林兰并不打算放过他 父子俩只能含泪 在狱中团聚了 方圆安本是要被斩首的 可我不想他这么容易就死掉 我这个人 最喜欢的 就是完成旁人的心愿 方圆安既然喜欢折磨人 享受其中乐趣 定然没有感受过 被折磨的感觉 林兰帮我将他 从牢中换出来 将他送进了 最下等的窑子 一闻钱 不管是做工的 还是乞丐 都可以享受 这位公子哥的滋味 虽说方圆安是个畜生 可皮相也不算差 点的人极多 若非我吩咐了 让他在下等窑子 享受到死 他怕是还能当个花魁 林兰见到方圆安的惨状 嫌弃的用扇子掩面 轻竹十二口 黄蜂尾厚针 两斑油未毒 罪毒妇人心 还好我从未得罪过李姑娘 是吗 可他们前世 对我做的事不够恶毒吗 我不过是还回去了 我爹的罪行 本应满门抄斩 可证据是我交给林兰的 大义灭亲 也算是将功补过 李府活下来的 只有我一人 全部家产也都是我的 我报了仇 心里的怨气也散了 京城也就不值得 我继续留下来 我变卖了所有家产 带着大笔银子 准备离京 林兰给我送行的 他问我 一定要走吗 我将林兰当作合作对象 勉强能说得上话 此件事了 我也愿意和她解释 侯夫人可还没死 你不想继续折磨吗 我摇头 有你 她的日子不会好过 侯夫人害死了林兰的娘 血海深仇 我相信林兰会好好照顾她的 侯夫还缺个女主人 你和我很配 我笑了 你知道的 我牙字必报 是个毒妇 我不在乎 林兰 我对你没有别的感情 她一愣 随即轻笑 我以为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你会对我有几分情义 我认真的看着她 这世上没有人值得我去爱 亲生父亲都能为了利害我 更何况只是互相利用过的人 这世上除了我 没有人更值得我去爱 与其在旁人身上花费心思 不如将全部精力放在自己身上 往后的日子 我会更加爱自己 全文完